辽宁赴浙江北京时间11月2日去102比119输给浙江队之后,辽宁兰拉拉遭遇到了本赛季的第二场势力,尽管赛季之初的困难是意料之中的, 但四胜而复的成绩,还是创造了球队五个赛季以来的最差开局,辽宁兰拉拉的未免之路,从一开始就经济密布,辽宁二十个月最惨离把家连续三年输球梦魇之地,究竟又和魔力赛季开始前,辽宁兰拉拉主教练郭世强,只是把确保贤四名作为球队常规范的目标,这并非刻意低调,而是辽宁兰面对的现实。 一方面,大面积的伤病极大损耗了球队的战斗力,另一方面,竞争对手却在开足马力一路狂奔,开局阶段,广东队与这江广沙队,已经好选五连胜,因已开启了争夺场跪赛冠军的模式, 而阵容豪华的新疆队已带游回里根和孙童林,也很难跌出前四,这样,辽宁兰兰拉拉就必须和上海、广州、深圳、北京、山东等球队争夺另外一个此产名额,压力不可而不大,稍有散失,辽宁兰兰拉拉就不得不面临多打一轮复加赛的局面,这对于主力阵容年龄偏大的辽宁兰兰拉拉来说,绝不是一个好消息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